那第二集的故事 就是發生在第一集的三年之後 Moana 變成了領航者 甚至她還多了一個妹妹喔 但我覺得這一次 蠻值得推薦的是她的中文配音的卡斯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海洋奇緣2》終於在11月28號上映了 我今天是超級期待的 因為我上個禮拜在他們的官網 聽到他們的一首主題曲 叫做Beyond 然後中文是翻譯叫做 那時候聽到我就覺得 真的是太好聽了 我整個期待值又上升耶 那這一次第二集的故事啊 感覺也是超級精彩 然後還會有很多新角色出現喔 那我們接下來後退期的就是 《海洋奇緣2》的看前虛之 影片要開始了 訂閱按讚加分享 耶 那我們在講第二集之前呢 先簡單的幫你們回顧一下 第一集在講什麼故事 這系列的題材 是取自於太平洋島嶼 玻璃尼西亞文化的神話故事 那故事的主角就是茅依 是一個半神人 他負責掌管風跟海洋 而超能力就是 可以透過巨大的魔鉤 變成任何生物的外觀 所以這根魔鉤 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沒有他 他就什麼都不是 知道嗎 所以這個才是厲害的東西耶 我也可以變神 變神 那有一天 毛衣偷走了海島之母 塔菲提的心臟 也就是第一集裡面 摩安娜的奶奶 給他的那顆綠寶石 那因為塔菲提之心被偷走了 所以害整個海洋島嶼的食物跟資源 漸漸的枯竭 只要有村民出海捕魚 都會遇上船難 所以各地的酋長們 就禁止大家出海 連摩安娜的爸爸也禁止他離開 還特別強調了好幾遍 -沒有人去過海洋島嶼 -沒有人去過海洋島嶼 但後來摩安娜發現 原來自己的民族 曾經是偉大的航海族 -我們是飛行人 -我們是飛行人 所以他就跑去村民的聚會上 提議要跟大家一起出海捕魚 結果爸爸就氣到要放火燒的那些漁船 但走到一半 摩安娜的奶奶就出了狀況 所以他們就衝回去陪奶奶 而這時奶奶就趁機跟摩安娜說 要趁現在趕快出海找到毛衣 並隔著他把塔菲提之心 換回原本的地方 讓所有村民都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那相信了摩安娜跟奶奶 還有媽媽道別之後 他就打包好糧食出海 拯救自己的村民 那一開始本來都很順利 結果沒有想到某一天晚上 就遇到了暴風雨 被大海打翻船之後就失去了意識 那隔天起來就發現 自己飄到了一座無人小島上 正當他跟大海抱怨暴風雨的事情的時候 他才發現原來大海是故意直接把他送到毛衣所在的島上 在跟毛衣相遇之後 摩安娜就超好笑 他就一直想要很帥氣的自我介紹 但是每一次都講不完 然後就被毛衣打斷了 -我就是毛衣的男人 之後他才知道 原來毛衣之前偷走塔菲蒂之星之後 他的魔溝就消失了 而他就這樣子一直不能變身 所以毛衣就跟毛衣達成協議 他陪毛衣去找回魔溝 然後再一起去把塔菲蒂之星放回去 那在航海的途中 毛衣還教毛衣怎麼駕船 怎麼測量行程 跟一些航海者必須要知道一些航海知識 那第一站 他們就先來到了怪物小島 找到一隻巨大的螃蟹叫做塔瑪托 -只要拿一隻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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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怪物小島裡面的青道夫 喜歡蒐集很值錢 或者基因財財寶之類的東西 那毛衣的魔溝也在他的背上 所以毛衣就當幼兒 卻讓螃蟹分心 好然後毛衣去拿回魔溝 這隻螃蟹超好笑 我印象很深刻 它還有那個牙齒上有貼鑽 超級嘻哈的 很帥 然後它還會唱歌 可能是香鑽 但也有可能是牙結石 我不知道 怕牙齒上面就一顆一顆的東西 還是什麼亥羅 -啊 牙齒 嘿嘿 那在他們拿回魔溝之後 就潛望塔菲提 那這根融言怪物 一阵混乱的激战之后 毛一为了要抵挡怪物的攻击 就用魔勾去阻挡 结果呢 他的反作用力 让他们两个直接被推到超级无敌远的地方 而这时毛一才发现 他的魔勾有点受损了 加上因为毛阿娜刚刚有点太莽撞 差点害死他们两个 所以两个人就大吵一架之后 毛一就很生气的飞走了 而上线的毛阿娜决定要鼓起勇气 自己回去找荣原怪物PK 把塔飞亭之心放回去 让村民可以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 所以过了好几天之后 正当他孤军奋战的时候 毛一就来帮忙了 那这一次换毛一当诱饵 让毛阿娜去塔飞提放回绿宝石 但毛阿娜却发现 原来那个发疯的融原怪物 就是塔飞提本人 所以毛阿娜就用歌声感化他 放回了塔飞提执行 而塔飞提也接受了毛一的道歉 让大地上的植物们恢复生机 -我对不起 那毛阿娜在顺利了完成奶奶的遗愿 回到家乡之后 他成为了新的酋长 成了全球的骄傲 之后他就带着村民出海 寻找新的岛屿 那第一集的故事就在这边结束啦 那这次第二集会演什么呢 我自己也是蛮好奇的 然后去查了一下 那第二集的故事 就是发生在第一集的三年之后 毛阿娜变成了领航者 带着大家出来捕鱼啊 探险啊 寻找新的陆地 甚至他也度了一个妹妹哦 -你永远都离开了 -已经三天了 那摩托努依的村民 原本一直过着 自己自主的快乐生活 但是有一天 毛阿娜却收到祖先们的召唤 要他找到一座 被力量之神诅咒的古老之岛 据说只要站上这座岛 就可以让四三汪洋的族人们 再度团聚 我觉得应该是奶奶跟其他祖先 又以灵魂的形式出现 然后想要让毛阿娜去找回之前 第一集因为传难 然后配搂到四处的族人吧 这是我自己猜的啦 -我们会破坏的族人 -然后再继续我们的族人 -那这一次 毛阿娜也决定 再一次为主人踏上位置的冒险旅程 只不过他这次不是孤身艺人 反正是找了六位伙伴哦 第一个就是这个 聪明又古怪的卷髮女生Loto 还有毛衣的大粉丝Moni 跟脾气暴躁的农夫 叫做Killer -我会吃这个鸡肉 剩下来就是毛衣 还有Pupu跟嘿嘿啦 而且你们不觉得在预告片里面 Pupu变超大只的吗 他明明第一集还这么小只是迷你猪 然后第二集再次在预告片里面 他背在毛安娜身上的时候 已经快比毛安娜还大只了 那这一次 他们将会面临更多的恐怖的怪物啊 还有可可怪 还有一位很生气的反派 也叫做马丹基 -如果你试图在海洋人的族人 -你会被毁坏了 感觉起来第二集的剧情是非常精彩啊 那这一次英文的配音卡斯 也都是请回第一集的配音员来配 大家应该最熟悉的 就是巨石强身配的毛衣吧 -背肌骨串的饼 -我可信妳的手 但我觉得这一次 蛮值得推荐的是 他的中文配音的卡斯 因为这一次毛衣的配音员 还是请回第一集的 -帮毛衣配音 我之前就 推荐大家说 可以去DC plus上面看 中配的海洋气缘 因為我覺得 Mazuka配的真的太好笑 就整個是超級台的 超級可愛 大家一定要去看 我難得那麼真心誠意 可是你好像有一點點分心 不 口氣似乎不太喜歡我 但怎麼可能呢 我被寬在這裡有一千年了吧 為的就是要把心送給你們凡人 那Moana的中文配音員 迪士尼也特地請來了 今年金曲獎最佳新人 跟最佳原住民專輯的得獎者 Makaf真愛 另外還有剛剛提到的 反派角色馬丹基 這一次的鍾沛也請來了 德國超多音樂獎項的 實力派創作歌手阿爆喔 各位觀眾跟你們說 今天他們也來到我們現場啦 耶 耶 我們歡迎Demi還有阿爆跟 Makaf真愛 我找到自己 你夯著的是你 今天氣足串連大海上的人 還會消滅 聽說這一次第二集 有出了新的反派 是阿爆負責的 欸對 嗨大家好我是阿爸 今天 夾夾夾 介紹一下各自的角色 然後讓觀眾更了解這部電影在講說 好 這次就是海洋情緒2裡面 新增了一個角色叫做馬丹基 然後 他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人 跟你一樣 對 哈哈哈哈 我想這是我拿到角色的原因 哈哈哈哈 他其實是一個蠻神秘的角色 然後是一個生活在蝙蝠洞裡面的人 蛤蝙蝠洞 對然後造型非常漂亮 大家一定要進行圈去看 真的 我那時候看得到那個角色的樣子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喜歡 對然後唱得很難的歌這樣 是一個神秘 然後我平常跟我的形象 蠻反差的一個角色 大家好我是馬卡珍愛 然後 我這一次在海洋情緒2 幫莫安娜配音 她就是長大之後 領袖的角色就越來越明顯 然後她也開始變成成熟穩重 是一個很愛冒險的女生 那我想要問一下兩位 就是因為 阿抱跟珍愛兩人 在現實生活當中是師徒關係 那在這一次 因為一個演反叛 然後一個演莫安娜 就是想問珍愛在跟師傅對戲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就讓你覺得很矮 或是尷尬 或是NG笑場的部分 我這一次沒有啊 因為我們其實也沒有一起錄音 你們不是同一個空間一起錄 對 她配音的時候其實會輪流進出 可是會在同一個錄音室 就變成我會是看她在裡面 然後或者是她在外面看我這樣 對 就是配音就是這樣啊 你就是需要很多的肢體動作 讓你帶入那個角色裡面 對 就會看到彼此很虛脫的樣子 很像就是重玩重虛 或是什麼 出來是這樣 這麼累 很累 很累很累 很累 我錄完都一定要吃肉 為什麼是這樣一定要吃肉 如第一天 我錄完我直接撒牙 就是我的喉嚨是直接有受損的狀態 然後反正老師就會跟我說 然後你就回去 就去買蛋 然後還有麻油跟蜂蜜 然後反正就是給它加在一起 喝 就是熱水 生蛋嗎 生的雞蛋 生的然後泡熱水 所以就變蛋花 趁在蛋花就 趁在嚼的時候 你就趕快滴起麻油 6滴麻油 你泡過了點6滴 6滴 麻油不能太多 會燥熱 然後再放蜂蜜 然後立刻帶上手的時候就 然後喝 喝完不能講話 睡覺 蛤 要睡覺 對睡覺 要那個保養 好酷喔 這真的很有效 有 我隔一天 然後我還沖那個熱水澡 開閃 然後那天狀態 太好了 對啊 我直接被老師稱讚 真的 你是不是不錯啊 好啦 今天先幫你先休息囉 嗯 回去休息啊 下次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們燒香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會有一點點 就是會有時候大家會在講就是那個台灣是可能是南島文化或語言之母的一些就是有一派的學生是這樣子 那你覺得這次動畫裡面跟我們台灣原住民有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我覺得 因為其實海洋情緣我們之前就都有看嘛 因為歌很好聽的 然後那時候看到就覺得 但是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東西你就會特別注意這樣 因為我們兩個人剛好的組都是比較靠山的 對 然後其實海洋情緣會跟海的民族很相近 然後所以比方說在裡面看到有一些東西就會覺得跟蘭嶼的可能達悟族 然後或者是阿美族 就他們那種喜歡海洋的習性很像就是看到水就可以直接跳下去 但是我們是沒有辦法直接跳下去 我們沒有辦法比較冷 我們是屬於在山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邊 喔 好棒喔 我們會在邊邊騎火等你們的那種類型 以個性來說的話 你們各自配音的角色你們有覺得跟她的個性有點相似嗎 我覺得莫安娜的話 應該就是冒險吧 冒險精神 對 冒險精神 我覺得我是蠻喜歡嘗試新東西 就可能沒有做過但是喜歡去做 馬上基這個角色的個性它跟我其實比較不一樣 對 因為它其實是因為某些原因所以被關在被捕洞裡面這樣子 光這一點就不行 然後它其實是有點調皮的我覺得 不是真正的會讓你覺得那麼壞 它讓你覺得有點可愛 可愛的那一種 然後又有一點女人 因為它是一個大女生 對 就跟某些是兩個不一樣的 女性的角色在裡面 接下來換到就是想問你們一些有關配音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是很好奇 就是譬如說你們在配音的時候旁邊是不是有老師會指導你們配音 比如說像你演反派或是演莫安娜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讓你們揣摩那個心境 然後配出你們的台詞 配音的話其實因為我們平常 大家可能都覺得唱歌也是用聲音工作 然後配音也是用聲音工作 其實這是我們兩個第一次配音 對 第一次配音 然後比想像中的男非常多 比方說他就會有配很多那種 因為莫安娜很愛冒險你知道嗎 莫安娜很愛很多 莫安娜很愛很多 很多撞聲齒 很多對 很多撞聲齒 然後我就有時候就是到底 如果單聽聲音其實蠻奇怪的 但是配上畫面又很合理 單拍是很荒謬的耶 配音原來的感覺 就很謝謝那個老師真的是很有耐性的單 然後還有聲音的tone也要不一樣 像我的聲音可能平常講話就是有點低 但是我現在如果是莫安娜 毛衣 毛衣 我就不能毛衣 那個要上升 那個要升Key 老師真的超厲害 因為其實我們跟老師是 他看不到我們 就是沒有Monitor 但我們只要可能看稿或低頭 他會立刻告訴你 來抬頭 抬頭 所以他聽得出來就對了 對 他聽得出來聲音的那個位置 對 好厲害喔 超強 就是很強 好酷喔 我要想配音看看 確定耶 然後你要看的那個Monitor 講話的語速 畫面要靠近他耳朵 我們感覺會有點小聲 可是你配音的時候你要大聲的氣隱 你看你的領航者 So Serious 要這麼誇張 細節超級的 對 然後他就 然後你就想說天啊我已經很誇張了 不是在耳朵嗎 老師說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出來一點 就是像你跟你的領航者啊 兩張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有聽說兩位就是在這次 海洋圈2當中都有唱各自個主題曲 那今天可以稍微為我們獻唱一點點嗎 喔 我找到自己 你含著他使命 使命中注定 巴拉巴巴巴巴 好可憐耶 好可憐耶 那你的 我的是 好 我的 我的很難耶 它站起來嗎 內闊的 悲困千年未見短 在恐懼中 勾演沉穿 剩下了 謝謝 然後歌非常難 真的好難喔 就是跟我們平常 嘗試的歌路不太一樣 就是Range很寬 然後是比較音樂劇的方式這樣 那在平常跟自己 就是錄這種主題曲 跟錄自己的歌曲 有沒有什麼差異 或是覺得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 就是錄自己的歌曲 因為是自己的創作 所以你可能當時在寫歌的時候 就會順著你本來的喜歡的樣子 比方說它是R&B的Style 然後我可能是 有時候是Gaspel的Style 就是唱我們喜歡的Style 但是唱主題曲的時候 就比較不一樣 它是為角色量身定做 然後迪士尼的歌一向都很難 對 都是很大很大的歌 但是都很好聽 對 就是很好聽 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到那個 片段的編曲的時候 是非常嚇一跳 因為我們要去 我之前之前就是 他們已經有一些人跟我說 欸 因為這個歌很難 所以我們想說找你來試試看 對啊 然後他一直這樣講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到底多難 還真的蠻難的 先不要 那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去消化 我們其實就只有 一天去錄音的時候 喔 一天就要整個消化完 那時候DEMO來的時候 一半半首的時候 就已經 喔 我覺得那麼難了 就自己以為已經唱得最難的部分 蠻有完整的 然後很多大跳音 然後還有很多power跟中間會有一些 像音樂劇一樣 就是 你唱的唱的唱的都要講話喔 在恐懼中口眼纏窗 這顆曲旁已殘破不堪 就類似這種 喔 雞皮疙瘩 一個沒有試過的挑戰 既然你們那麼會唱歌 那我們來玩個小遊戲 我們來玩個飆高音的小遊戲 我昨天 昨天應該要先吃個那個 麻油加雞蛋 我今天 你應該先認識到這個方法的 暖賞一下 我們等一下的 規則是這樣 我們讓 真愛先開始 然後反正唱不上去的那個人就淘汰了 好 先學這首歌 兩句構詞好了 學一下 我找到自己 領航者的使命 好 我找到自己 領航者的使命 好 實力 那這個可以再低一點 好 我找到自己 領航者的使命 我找到自己 欸我們是投了屁的 我找到自己 這麼高 領航者的使命 我找到自己 領航者的是命 我找到自己 領航者的是命 表情一定要這樣嗎 我已經快唱不上去了 領航者的是命 我 這麼高 我 我找到自己 領航者的是命 再來再來 Sherry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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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自己 可以可以可以 領航者的是命 好難 我找到自己 領航者的是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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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這個 我等一下要拿這個 再唱一首 我就我們就到這裡好不好 好 很強很強 好 這阿爸認輸了 阿爸認輸了 好 我們要唱酷樂懸疑喔 我真的假的 好 我還有個喉嚨 還在嗎 今天晚上要用秘方了 第一題 講三句話打一個格 還是走三步路放一個屁 走三步路放一個屁 因為放屁可能沒有聲音啊 但這個講話是打格 我就沒辦法表達我要講 所以沒辦法 很快做決定了 一輩子不洗澡 還是一輩子不洗頭 喔這有點難耶 不洗頭好了 頭可以剃掉 對 你跟我想的一樣 第三題 一輩子不能唱歌 還是一輩子說話只能用唱的 說話用唱的吧 喔 對 因為我們 我們家裡的人本來有時候也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 講一講話會唱的 就講一講話會唱 一直唱歌 欸你今天晚上要吃什麼啊 對他就會唱歌 喔我今天晚上要吃 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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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衣的臉 配上性感魔鬼身材 或者是毛衣的超能力 配上黑黑的外表 毛衣的超能力 當然是毛衣的超能力配黑黑的外表 黑黑很可愛耶 好第五題 全世界都愛你 或者是一輩子花不完的錢 一輩子花不完的錢啊 阿妹 馬上 那我們最後 謝謝阿寶還有 Markup真愛 一定要記得去看他們 辛苦配你的海洋七月二囉 沒錯 好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啊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各位頻道 還有追蹤外面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